我覺得他過胖 我看他整個人的狀態不太對 我有跟他講 提醒他要注意 但是我看他的表情 其實他是一種有點無奈 讓我感覺到他已經很強烈的在 想要挽回一些健康的這種狀態 我感覺他盡力了 最近因為喜劇圈就是山豬 就是前陣子就是離世這樣 會有就是悼念他 山豬啊 說真的蠻難過的啦 我們沒有什麼私交 但在節目上碰到我們老師會有很多的交流 我當然會給他很多的鼓勵 我知道他身體不好 那我記得最後一次跟他碰面的時候 我覺得他過胖 我看他整個人的狀態不太對 我有跟他講 提醒他要注意 但是我看他的表情 其實他是一種有點無奈 讓我感覺到他已經很強烈的在 想要挽回一些健康的這種狀態 我感覺他盡力了 我知道他是一個在面對鏡頭 在眾人面前是相當不自信的一個喜劇演員 但其實他的骨子裡有很豐富的梗 然後看他在節目上的表現 也知道他都是在燃燒生命的那種表演 所以很心疼 那當然我覺得更心疼的是他的父母 因為這麼一個可愛的孩子 到這個年紀了 一直在演藝圈很努力認真的在打拼 然後就這樣走 我們也很惋惜 他到現在很多角色 對我來講都是很經典的 蛋黃哥 還有很有趣的一個夜味 會忘食的夜味 還有會走音的洋蔥尾 洋蔥尾 很有趣的一個喜劇演員 我其實蠻喜歡他的 但我們祝福他 到另外一個世界 還是繼續能夠把歡樂帶給大家 當一個喜劇天使 我就是愛冰兜的冰兜家 LALALA WINNER